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哥罗西书三章12到17节 昨天我们说第三章的1到4节 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目标 我们生命的方向改变了 过去是思念地上的事 自己的事 现在呢 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思念天上的事的具体的做法 第三章的5到11节 就是致死救人的行为 致死救人的行为 保罗用两个方面来表达 第一个就是要 致死地上的肢体 另外呢 是要除去口中一切的败坏 透过什么呢 透过知识上的更新 透过认定基督是一切 那今天要谈的是 活出新人的行为 我们已经成为新人了 我们地位改变了 那么我们的行为 就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 那应当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12节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是被神拣选的百姓 蒙神拣选的百姓 圣洁蒙爱的人 我们是圣洁 圣洁本来就是分别的意思 蒙爱 是因着上帝的大爱 得拣选 就是说我们其实本来不配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这个存原文是穿 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 穿上怜悯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说 在当时候会用衣服 来代表他的身份 穿上怜悯 也就是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怜悯的人 看到基督徒 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怜悯 看到我们穿着恩慈 就是人看到我们 就是看到恩慈 看到我们就看到谦虚 看到我们就看到温柔 温柔是什么呢 温柔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权益 不坚持自己的好处 这种温柔 忍耐 人从我们的身上就看到 对人的这种宽厚 忍耐 那他也举例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嫌隙原文是埋怨 彼此有敌对关系的意思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在关系当中 我们既然已经是新人 那么人家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的 就不是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贪婪 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污秽 误会的言语 说谎等等 不是这 看到的要是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 他看到我们身上的 必须看到什么 包容 饶恕 原因是什么 主怎么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情 这个存一样是穿着 穿着爱情 人要在哪里看到爱情 就是基督徒 人要从哪里看到怜悯 就是看教会 这个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 爱情就是联络全德的 保罗又回过头来补充 联络全德 全德就是全部的 一切的美德 就是前面提到的 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 饶俗 包容等等 用爱来怜悯 原来保罗又再加深一点 这个含义 保罗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这些 怜悯 恩慈 谦虚的这种言行 温柔 忍耐 他的背后是因着爱 因着对神的爱 因着对于人的爱 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保罗说是用爱 将这些德性 把他联络 就是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 一个神的选民 他是在爱的根基里面 活出对人的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跟忍耐 是在一个纯洁的爱的里面 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里面 显出来这个美好的德性 活出新人的行为 前面讲到这个爱 用爱 联系一切的美德 在爱的基础 活出这些美好的德性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嗯 做主是 做判断 或做依据的意思 叫基督的平安 这平安在原文 也可以翻译做和平啊 什么意思啊 就说 前面举例了嘛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事实上啊 基督徒群体里面 人和人之间 有各式各样的张力 跟嫌隙嘛 怎么处理呢 保罗总不能够 一个一个的交 一个一个讲 保罗指出一个大原则 要怎么处置 有个大原则 要以什么为依据呢 要以基督的和平为依据 我们已经是 这个在以弗所述里面提到 上帝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因为下面说 你们也为此蒙召 这个词就是平安 就是和平 归为一体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彼此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左手不可能去打右手 所以我们在面对人与人的嫌隙 面对教会里面的纷争 应当以什么为依据啊 不是你对或我对 而是以基督所成就的和平 为最高的依据 怎么样可以让 这个彼此的和睦和平 为优先的考量 就是要怎么做 可以让彼此是和睦的 那成为一个原则 一个大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 让基督的和平 在你们心里面做依据 做判断 所以在人与人相处上 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处互动上 判断的依据就不单单是 要去评估分辨谁对谁错 而是怎么样努力的去保守 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平 保守这个和一 保守这个彼此和睦的关系 变成是最优先的考量 各位弟兄姐妹 这给我很大的提醒 对不对 教会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争论谁是对谁是错 我不是说不要做判断 哥罗西书非常强调 要悟心 可是保罗也提醒我们 勉励我们 整个教会群体里面 做依据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一个 很重要的凭据 就是基督所成就的和平 要竭力保守神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是这个概念 上帝已经使我们成为一体 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它拆毁 在一起这件事 是神已经成就的 属灵的事实 竭力保守神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这个神已经吃下来 所以我们的行为 也必须显出那个 真实的和睦和平 基督的和平 基督的平安 要竭力的保守 事实上 在基督的群体里面 我们在某个学者的形容 其实我们很像四分五裂 我们谁也不服谁 求主怜悯 在主要的真理上 我们合一 在次要的真理上 我们彼此尊重 彼此欣赏 求主帮助我们 再来是说 你们也为此蒙召 就是我们蒙召 是为了要成就基督的和平 归为一体 我们是合一的 为了合一而蒙召 且要存感谢的心 应当是 而且要做感谢的人 可以向神感谢的人 祂是跟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是平行的 所以12到17节 要活出新人的行为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爱的基础上 来联系 穿上这一切美好的德行 叫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 看见我们的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 第二个是什么呢 用基督的和平 就是竭力去保守基督的和平 让他作为主要的依据 第三个是什么 要成为一个感谢的人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第四个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 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切 心被恩感 歌颂神 16节有一点复杂 有点麻烦 那学者的讨论 其实在这个小字里面 已经有了 当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以各样的智慧 学者认为 这个以各样的智慧 应当是在形容 彼此教导 跟互相全解 那么比较正确的翻译 应当是心意本的翻译 你们要让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 住在你们心里 这个存原文是住 住在心里面 要表达的是 一种长久居住的概念 存在心里 但是它是居住 存留在心里面 不是来了就走 以各样的智慧 彼此教导 互相劝切 这里要强调是 我们在教导 跟劝戒上 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智慧 别人没有预备好 没有要听 我们在教导上 没有分辨合适的机会 合宜的情境 或者我们的教导 跟劝戒 有一股热心 一直想要改变人 带着压力 这都不好 他说要教导上 要以各样的智慧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所以活出新人的行为 用爱联系一切的美德 这个竭力保守基督的和平 成为感谢的人 然后是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最后是什么 用诗章 颂词 临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颂神 诗章 颂词 临歌 主要是指 当受一切的诗歌 但如果硬要分学者认为 诗章是 旧约的诗篇 谱上曲字 颂词 是比较是当时候流传的 流行的 教会的诗歌 临歌 就是属灵的歌 甚至有些时候 是在圣灵的感动下 即兴所唱出来的诗歌 怀着感恩的心 歌颂神 所以这里 比较像的情境 是在崇拜聚会当中 对不对 在崇拜聚会 所以怎么样 活出新人的行为 就是你要与众弟兄姐妹 一同来敬拜神 十七节是一个结论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奉主耶稣的名 有几个意义 一个是耶稣背书 我们不可能说 奉主耶稣的名 去作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官说 去偷窃 去杀不回 我们不敢这样做 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某个意义上 就是这个是主喜悦的 主背书的 主债乎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它另外一个意义 代表是权柄 这个是按着主的心意做的 好比我常举的例子是 我跟一个同学说 某某同学请你打扫 这个走道 那同学说凭什么 那我就说 是老师说的 老师说的 我就是奉老师的名 来叫他打扫 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所代表的是主的权柄 奉主耶稣的名 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我们是代表主 我们是代表主 去做这件事 代表主去说话行事 所以有这三个意义 那保罗最后说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 他的意思是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就是 你不管做什么 或说话 你讲话会做事也好 你都是要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那是借着主 来感谢天父 让你所做的 所说的 最终都要感谢天父 归荣耀给神 我们回过头来看 保罗在这里 其实就是要表达 一个新人 就是蒙神救恩的 这个新的群体 应当要什么样的行为 第一个就是 在爱的基础上 活出一切的美德 美好的德性 人要从哪里看见 上帝的怜悯 就从教会 从哪里看见 上帝的恩赐 谦虚 温柔和忍耐 就是从教会 求圣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 能够去彰显 就是说 人从我们身上的 不是看到 暴躁 这个 鬼诈 人要从我们身上的 看到是 怜悯 恩赐 谦虚 温柔 跟忍耐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不断的 彼此提醒 因为我们已经是新人 我们必须跟过去的行为 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是 要竭力保守 这个和平 和睦 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做依据最主要的判断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从圣经里面 不断的看到 上帝非常非常的在乎 教会群体之间的合一 非常非常的在乎 神百姓群体的和睦 当然我不是说 不要有分辨 我们要分辨 但是我们真的要努力的 以基督的和平 在我们心里做主 以夫所书也提到 其实那个合一 不是你和我 或者我和你 而是我们一起 合一在对主的认识上面 合一在对基督的认识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更靠近 向真理越靠近 我们就越合一 不是强迫我跟你一样 或者你跟我一样 不是你和我 或者我和你 第三个是要成为感谢的人 常常向神感恩的人 常常有一个感谢的心 向神感谢 感谢神是一个生命的态度 我们相信神掌权 我们可以标明神的作为 我们在感恩的里面 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 丰盛都是从神而来等等 所以感谢神 他本身就是一个新人 该有的一个生命的基调 再来是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一样保罗再次强调 要在悟性里面真实的认识 明白上帝的话语 全辈的福音 上帝的道 要丰盛的存在心里面 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 对神的认识的时候 不是高傲的去责备人 高傲的去贬损人 不是 而是用各样的智慧 来彼此教导 互相劝解 当我们领受神的道 对神的道越发的认识之后 就要更小心 要更是带着谦卑 更是带着智慧 因为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证明我比较厉害 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辩论赢 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 目的是要更多的 在基督里面合一 最后是要一同的敬拜神 用各样的方式 彼此同心的敬拜神 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 一个小补充 我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 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 都是监狱书信 是姐妹作品 他们彼此有很多的 这个相同的地方 这个结构上 还有表达上 差不多 那么在以弗所书的 平行的经文里面 他说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诵词 林哥彼此对手 口唱心恶的赞美之法 就跟这里一样 可是在哥罗西书 保罗却是说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所以对保罗而言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跟被圣灵充满 是同一件事情 在保罗的心中 神的道和神的圣灵 充满 这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看见 在过去 我的成长背景里面 好像把它分开了 就是好像 高举神的道的 对圣灵的工作 就有很多的贬义 消灭圣灵的感动 强调圣灵工作的 好像就会 有一些人会反智 就是反智慧的智 就是会对于神的道 有一点排斥 可是在保罗的信中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样宝贵 都是神所赐的 求神帮助我们 凡事从神来的 我们都要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已经是新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新人的行为 主啊 叫我们能穿上 各样的美善的德行 叫人从我们的身上 就看见各样的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和忍耐 特别主 你也是恩帮助我们 竭力保守神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我们看中基督的和平 主也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能够感谢的人 更是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 特别为着正在 观看活泼生命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 被你的道激励 也一次一次在你的道中 被你的圣灵来充满 主你也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时常敬拜你的人 与众圣徒一同敬拜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厂阔高深 被你的爱 丰丰富富的充满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